就在Steam Deck这个地球上最畅销的PC掌机 发售一年零八个月之后 它竟然出新机型了 Steam Deck OLED 行货 刚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纳闷了 学谁不好 学什么Switch OLED呀 只换了个屏 啥也没有做 还好意思涨价 但仔细了解了一下 我才发现 哎呀 这真的是一个误会 不愧是Wolf呀 老实人 Steam Deck OLED在全方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叫它是Steam Deck的完全版 绝对不为过 我就提前说了 Steam Deck OLED让我非常惊喜 它可能不是最强 但是已经够强了 但它绝对是现在最好的掌机 而且这一回绝对是等等档的大胜利了 那我们现在赶紧就来开箱吧 电源线 充电线比之前长了一米 上面还多了两个logo 我这台呢是512G的 我没有买ETB的那个 不是因为我买不到 而是因为ETB的是雾面屏 我比较喜欢这种光面的 像这种雾面屏呢 我觉得看起来不够锐利 对比度呢也不是很够 所以我觉得这样反而是一种降级 按照官方数据 Steam Deck OLED的体重只轻了30g 但说实话我拿它手上 感觉特别明显 我觉得它轻了好多 真的 我没有骗人 我应该没有那么害怕被它砸脸了 乍一看这个外观 我真的分不出来谁是谁 把OLED放在里面 你能认出哪个是哪个吗 这里呢其实有一个小窍门 老板的摇杆下面是灰色的 而OLED呢下面是黑色的 这死质呢是全身漆黑了 除了开机键 它变成了那种非常骚气 非常扎眼的橙色 这是易改平时低调的作风啊 在外观上就没有其他的任何差别了 不过在手感上 它还是有一些细微的提升的 最明显的是摇杆的表面 原来呢是跟外壳其他材质一样的磨砂 现在呢变成了橡胶的材质 更跟手了 还有一个小提升是两个尖键 原来的Steam Deck按下去是这种声音 你们听 现在的呢是这样的 清脆了很多 渐渐的手感变得更加均匀了 按在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很好的出发 接下来我们开机再说 一点亮我立刻就能够感觉到 它屏幕的提升 跟旧版比较实在是太明显了 它漂亮太多了 它从之前的7英寸变成了7.4英寸 整个不仅亮度上来了 而且更鲜艳 对比度也更强 色彩也感觉更准确了 你就看这个赛博朋克的经典黄色 这样再去看旧版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它好像是车窗没咋的擦干净 而且这回不仅仅是把LCD升级到了OLED就完事了 这块OLED是一块峰值亮度可以达到1000尼特的OLED 是所有掌机里第一次出现的HDR OLED屏幕 这不见鬼了吗 以前Steam Deck的屏幕一直被人诟病 现在一跃成为最好的了 这个提升比Switch到Switch OLED的提升幅度要大得多 原先色域覆盖sRGB都只有60%几 甚至比不上一块500块的电竞显示器 现在Deck OLED是DCIP3110%的色域 这太夸张了 不过光看主界面可能看不出来 我们必须要进游戏体验一下 哇 这个太漂亮了吧 你看这个阳光 落日 我不敢相信这个居然是Steam Deck 真是见鬼了 这里就已经写着了 这是HDR开始的状态 高动态范围 它这个还蛮好的 不需要我自己去外面的设置里面 调什么HDR出来 它如果这个游戏里面支持HDR 它直接打开自动就给你开了 如果不支持的话 那它也就不会提这个事 可能 好漂亮 天好蓝 树好绿 Ori好亮 光这个屏幕就直了 简直了 简直直了 不过因为它是PWM调光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有很多屏闪 对这个东西很敏感的朋友 可能就需要注意一下了 另外还可以看到 这次的刷新率 从之前的60Hz升到了90Hz 变成高刷了 现在的Ori就是以90fps运行的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其实没有发现 这块屏幕虽然很漂亮 但它其实是1280x800的 还是和之前一样 我相信这个800P 应该是在续航画质性能之间 做出的一个折中 屏幕只是一个开始 Steam Deck OLED 还有特别多的用户体验升级 很重要的一个提升就是续航 电池容量从之前的40W升级到了50W 多了25% 但是Valve声称 整机的续航有提升30%到50%那么多 是不是这一旁数学不好 又不会数数了 这是因为Deck OLED和PS5一样 去了同一家超市采购 用的都是AMD的芯片 它们的芯片制程都从7纳米缩小到了6纳米 发热减少 能耗呢也大幅减少 再加上OLED本身 它的能耗就比LCD要小很多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就能够感觉到续航上的大幅提升 很多游戏的续航从2小时增加到了3小时 就要追上Switch了 因为6纳米制程发热会更小 加上Valve给它放了一个更大的风扇 所以现在噪音也变小了 对比了一下运行赛博蓬卡077的时候的风扇噪音 感觉好像有更轻一点 关于Steam Deck OLED 还有很多其他很小的提升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看这个表格 还有一个和我们关系特别大的提升 就是它的容量和对应的价格 原先399、549、649三个价位 直接加量不加价 依次替换成了256G的LCD 512G的OLED和ETB的OLED 注意256G的LCD就是老版的256G LCD 不只是屏幕 续航散热外观都是老款 而且剩下两个老款也降价了 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64G的版本 它直接降成了349 和Switch OLED是一个价格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它是一个性价比炸弹 因为Steam Deck的SSD是可以自行升级的 那关于如何换这个SSD 我们一会儿再展示给大家 总之你现在就是要知道 如果你对这个新OLED没有什么兴趣 而且预算有限的话 这个349版本的Steam Deck 非常值得购买 不过Volv说这款它清完仓就不卖了 所以心动的小伙伴 现在一定要抓紧下手了 说真的相比这个屏幕大幅提升 它的加量不加价更加让我震撼 我不敢相信在这个什么都在涨 只有工资不涨的世界 还有G-Punk这样子的好人 不仅如此 一般我们会认为自行换SSD 可能不是厂商希望的 但是G-Punk不这么想 它愿意让你去拆它的机子 换它的SSD 这回Steam Deck OLED拆机更方便了 当然拆之前还是要注意 先把MicroSD卡拆出来 不然还是会发生惨剧的 这个好拆主要体现在它更可靠了 就是你可以反复拆 原来螺丝直接打进塑料里 现在是打进金属的螺纹里 而且不用担心搞错哪个螺丝对哪个孔了 现在八个螺丝通通都是一样的 然后把支架塞进这个侧面的缝里面 一抠 这么紧啊 支架都要断了 我看见它了 打开了 拆机以后和老板对比一下 发现最明显的就是它的风扇真的变大了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新版和老板的元件是不通用的 摇杆也是 所以你要自行改造可能就不太行了 原来替换SSD还要拧掉一颗隐藏的螺丝 现在呢它这扇黑色的大门直接就像泥场 也没有像泥场开 不好意思 好 再拧掉两颗小螺丝 那SSD就在这里了 你可以买你想要的容量 然后把它替换上去 以防万一我还做了一些跑分测试 大部分游戏的表现基本感觉不到变化 也就多了一两帧 但在个别游戏里竟然有显著提升 极限竞速地平线5在OLED上直接多了10%的帧率 这应该是归光于OLED版Steam Deck换上了更快的内存 很惊喜 有种白简的感觉 最后我们一起来整体聊一聊Steam Deck OLED 和ROG掌机对比的话 ROG依然拥有更强的峰值性能 但是屏幕我觉得已经算是各有千秋了 续航也是Deck OLED要更好 最重要的还是Steam OS 优化了一年多 现在已经挺好用的了 两者之间我可能会因为软件而更倾向于Steam Deck OLED的一点 而且还便宜了500块 Steam Deck发售至今已经一年半了 这台掌机最常用来玩什么游戏呢 我准备了一组Valve提供的数据 最近半年 Steam Deck每个月被玩最多的游戏前10名里 独立游戏新老面孔是最常上榜的 潜水源大夫 哈迪斯 新路股什么的 这倒不让人意外 Deck本来就是我的独立游戏梦想机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 当下热门最新的3A游戏也都榜上靠前 比如霍格沃茨之姨 艾尔登法环 最近博德之门3也很火 我特地玩了一下 发现你确实可以信任Steam的认证 运行很流畅 字也不会太小看不清 也就是说 很多人已经把Steam Deck当成是主力游戏PC来用了 总之Steam Deck OLED这次的提升非常有良心 肉眼可见的屏幕变得贼好 而且你可以放下更多游戏 玩更久的游戏 性能表现也有一点点提升 如果你对Steam Deck还是不够了解的话 我打个比方 这次的升级就堪比是从Switch 升级到了Switch续航版 加上Switch OLED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很多其他的地方 而且还没有加钱 其实我自己有一点点不爽 你看这才过去多久 就有这么大的更新 但是我又觉得它很良心 所有的优化和提升 都切切实实的改善了我们的体验 我觉得Steam Deck OLED 应该算是Steam Deck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了 现在就是入手Steam Deck最好的时机了 这也让我更加期待 未来会推出的Steam Deck 2了 最后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